各位同学,大家好 前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 衍生工具的概述 我们介绍了四种典型的衍生工具 分别是远期 期货,互换和期权 由于篇幅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四种具体的衍生工具 都做详细的介绍,详细的交代 所以从第二节开始呢 我们就集中精力搞定一个 那么这一道远期 期货和互换我们就不再设计 重点 把期权给搞定 那么对期权来说 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解决如下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是期权的基础知识 会涉及到期权的基本概念 会涉及到期权的类型 以及期权的投资组合策略 基础知识不简单 基础知识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第二节的相关内容 那么接下来解决第二个大大问题 那就是关于金融期权的价值评估 我们在后续介绍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 股效期权 那么以股效期权 对于金融期权的价值评估 做详细的介绍和交代 那么对于金融期权的价值评估 我们就有四种具体的方法 分别是 负质原理 风险中心原理 二差数模型 以及布莱克斯克尔斯 期权定量模型 这是我们的第三节的相关内容 下面第四节呢 我们设计到的是第三个大问题的解决 即食物期权 对于食物期权来说 这是二三年所新增加金融教材的 我们谈到了三种具体的期权 分别是 扩张期权 延迟期权 以及放弃期权 那么食物期权 它一定是和项目联系在一起的 好了 这是我们接下来 二三四 这三个小级 都在进行期权价值的评估 进行期权基础知识的介绍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来说 和前面的相关章节啊 基础知识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 在进行金融期权 价值评估的时候呢 就会涉及到我们股票的价值 的一些相关问题 这和前面的第三章 和第四节有联系 再比如说 我们的食物期权 面对的是 我们一系列的项目 进行相应的选择 所以食物期权 和我们的第五章 项目的决策 是有联系的 对一个特定的项目来说 我们需要确定 它的现金金融量 需要确定 它的一系列的评价指标 在此就上 再进行相应期权价值的评估 所以我们 接下来三个小节 相对比较中和 难度也比较高 希望每个同学 要跟上思路 课堂上认真听 课后 及时的复习 及时的回顾 好 我们首先 看第二节 关于期权的概念 内心 和投资策略 这一节 涉及到如下的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期权的内心 第二个知识点 期权的投资策略 对于这两个知识点来说 都是三星级的知识点 都是需要同学们 在理解的就是上 与掌握 在掌握的就是上 与运用的知识点 我们首先 看第一个知识点 关于期权的内心 这个知识点 解决如下的三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什么叫做期权 及期权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 看上期权 第三个问题 看第一期权 那么什么叫做期权呢 我们先来顾名思义 对于期权来说 这是两个汉字所组成 期就代表是未来 那就是 站在现在往未来看 那就是未来 那么权 这是一种权力 所以 把期权两个字 给它分开 那就是未来的一种权力 就简称期权 既然设计到的是 未来一种权力 那么 我们正在决策的时候 一定会设计到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现在 第二阶段是未来 对吧 一定设计到两阶段 好了 那么 期权和其他的衍生工具 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 我们前面的远期 我们的期货 有什么区别呢 来 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对于远期和期货来说 它们都会涉及到 双方交易主体 比如说 A和B 那么面向未来 A和B 这双方交易主体 都会承担各自的义务 当然 也都有自己的权利 好了 这是远期和期货 交易双方 面向未来 都有权利 也都有义务 但是对期权来说 如果它的交易双方 A和B 它们权利和义务就分开了 A 很有可能 只享受权利 而B呢 只承担义务 所以 对期权来讲 面向未来 主体不同 我们 只享受权利 或者只承担义务 而对远期和期货来说 面向未来 双方 都有各自的权利 也有各自的义务 好了 为了家政朋友们的印象 现在 我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例子 你们来理解下这个期权 比如说 小张同学想结婚 结婚是好事啊 那么 像丈母娘一汇报 丈母娘说 有房吗 没房 没房别结婚 有房才能结婚 有房啊 才把他女朋友的这个户口本啊 给小张 小张怎么办 怎么办 买房去呗 就在二丑房市场 找房子 突然发现老王的这套房子挺好 好 房东名字叫做老王 下面 小张和老王之间 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就会展开了 那么老王说 我这套房要卖250万 小张说 我现在没钱呢 老王说 没钱 没钱 这样吧 我给你出个招 但是 你先给我20万 不过这套房子 给你留着 房子给你留着 这个价格 咱也固定下来 那么 到时候 你有钱了 你觉得好 你就买 你觉得不行 你就不买呗 小张说行 老王 这个人挺好 所以小张 就给了老王20万 就买了一项权利 什么叫权利 权利就是可以放弃 也可以行使 比如说 你上班 找公司要工资 这是不是权利啊 是的 到3月15号的时候 该放工资了 你领工资是权利 你可不可以不领啊 可以啊 你跟老板说 咱公司不容易啊 是吧 我这一回的工资就不要了 当然可以 老板非常欢迎 所以权利一定是 可行使 可放弃 那么 与之相对的是义务 那么对义务来说呢 这是只能承担 你可不能放弃 依法纳税 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 你如果要放弃的话 那是偷税漏税 所以据意思 现在小张 就给了老王20万 就获得了一项权利 约定 在7个月以后 10月1号 就可以 以250万买这个房子 或者说呢 他就不买 就放弃这项权利 好了 转远之间呢 时间过得很快 那7个月的时间 一瞬眼就到了 到了2023年的10月1日 到了双方约定的这个时点 这个房价就有两种可能性 对吧 要么就上涨 要么就下低 第一种可能性 就上涨到了300万 请问同学们 小张同学 行使这项权利吗 行使吗 好 他当然要行使这项权利 因为这项权利约定的是 250万买房子 所以小张就给了老王250万 把这套房子买过来 就顺利和女朋友结了婚 他就买买买 那第二种情形呢 如果说这个房价 跌到了200万 那请问 小张同学 还行使这项权利吗 还行使吗 不行使了 他行使这项权利 要花250万 才能买这个房子 如果说不行使这个权利呢 他只需要花200万 就能买这个房子 小张说 我少呀 那200万买 我为啥要行使这项权利 以250万来买呢 所以就此 第二种情况 小张就放弃这项权利 他就不再行权 好了 这不就是一种期权吗 那我们简单的再分析一下 在这个历史当中 我们分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23年的3月1日 第二阶段 是2023年的10月1日 这分了两阶段 两阶段 实际上都在进行交易 第一阶段 小张给了老王20万 进行交易 交易的对象是什么 交易的对象是权利 那么第二个阶段 如果说进行交易 交易的对象是什么 是这套房产 好了 那么这20万 针对的是这项权利的价格 到时候你小张 行权还是不行权 对不起 这20万 老王说 我可是不还你的呀 是吧 权利你倒了手 这个钱 我可不还了 那么 如果说 在10月1日 他行权 花了250万 针对的是这套房产 这个关系要拟清 好了 我们做下面这个总结 既然分为两个阶段 我们就先看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买卖的双方是小张和老王 买卖的对象 那一定是权利 什么权利 未来的一项权利 这不就是期权吗 对于买方来说 小张付了20万 所以 他享受权利 付钱 享权利 那么对老王来说呢 收了人家的钱 你就得担义务 所以老王 作为期权的卖方 他是收钱 担义务 权利是可放弃 义务是必须承担 好了 这不就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吗 第一阶段 完成了交易 对未来进行了约定 转眼之间 七个月就过去 就来到第二阶段 来到第二阶段 现在呢 就是行权的双方 这个行权的双方 我们基本上就不叫买方和卖方 在这呢 我们把拥有权利的这方 叫做多方 又叫做多头 拥有权利的这方 叫多方 那你们一看 那显然小张是多方 那么承担义务的这方呢 我们叫做空方 又要空头 显然老王 则是空方 好了 现在我们再想 我们在 第二个阶段 行权 还是不行权 交易发生 还是不发生 要听谁的 要听小张的 要听小张的 要听多头的 多头说 哎 我要行权 你作为老王 承担义务 你就必须配合 多头说 我不行权 哎 这个权利我放弃 那你老王呢 就只能与配合 就放弃呗 这也是我们 期权交易的两个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交易的对象不一样 在不同的阶段 我们 名字也不一样 好了 那既然如此 我们 期权的相关概念 基本上 它这个套路 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说 我们把刚才的例子当中 中间这个标地物这个房产 换成股票 这样就形成股票期权 啥价股票期权 跟我走一下 说的是 双方约定 在未来某一个特定的日期 以特定的价格 购买特定数量股票的一种权利 即为股票期权 好了 在这个地方 有几个专业术语 需要他们 留守关注 再把 小张和老王 不得不说的故事 给拿出来 专业术语 那么 第一个专业术语 是 执行价格 什么叫执行价格呢 就是双方约定 未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要是这250万 是执行价格 执行价格 是先缩段 然后 后面 再执行 这是标的资产价格 那么 接下来 第二个专业术语 那就是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 那就是说 未来行使权利 所涉及到资产的一个买卖 这个资产 执行权利的时候 买卖的对象 这叫标的资产 刚才 这是套房产 那如果是股效期权呢 我们的标的资产就是股效 好了 那 有了这些基本的概念 往下走 我们对期权 就定个亿 啥叫期权呢 期权说的是 它是一种合约 双方你疫情 我也愿 达成了一种合约 该合约 赋予持有人 在未来某一个特定日期 或者该日期之前 得任何时间 以固定的价格 构进 或者售出 一种资产的权利 哎呀 再念下来 这个字还比较多 对这个概念来说 他们必须要理解 咋理解 来 首先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那么期权是双方约定的一种合约 那么这个合约赋予持有人 中间先别看 得一项权力 所以期权 它是赋予持有人的权力 好 我们体现在 多头的权力 未来的一种权力 这第一个 刚才曾经谈到过这一点 这一点呢 先放一边 好 第二个 他说 负义持有人 在某一个特定日期 或者该日期之前 的任何时间 好 这有两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在某一时点 某一时点 可以行权 哪个时点 期权到期日 只能在到期日这个时点 可以行权 比如说 我们刚才的一个例子当中 小张和老王就约定 二三年的十月一日 在做选择 之前不行 之后期权过期了 也不行 所以只能在 二三年的十月一日这天 来进行权力的行事 或者放弃这种权力 那么 对于这一种期权 我们就叫做欧式期权 叫欧式 那么 第二个呢 是 到期日之前 到期日或 到期日之前的 任何时间 都可以行权 比如说在刚才的例子当中 老王就给小张说 那行啦 现在你去筹筹钱呗 什么时候筹到钱 什么时候我们进行交易 那么 我给你留的时间是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 那我就不管了 好 那么对于小张来说 他可以在 三月一号 到十月一号 得任何十点新权 那么 这样的期权呢 就叫做美式期权 你看 多么的美好啊 对吧 美式期权 好了 现在我就问同学们 一个小小的问题 请问 对于欧式期权 和美式期权来说 如果其他条件 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 你认为 哪个期权的价值 会更高一些 哪个期权的价值更高呢 他们注意 选择也是一种权利 权利就会有价值 对于欧式期权来讲 你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做选择 而美式期权呢 在这一段时间 很多时间点都可以做选择 所以美式期权 对持有人来讲 他的选择的权利会更多 他的价值 往往要比欧式期权 价值要更高 好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以固定的价格 这个固定的价格 是什么东东 固定的价格 刚才我们说过 这不就是前期约定 后期行选的时候 所涉及到标的资产的价格吗 这叫做执行价格 好 这叫执行价格 那么执行价格 我们通常用X来表示 好了 这X咱稍微记一下 后面 你看我写 执行价格四个字 写下来太复杂 这有的时候 我直接用X 就直接表示执行价格 那么第四个呢 他说 是构近或者售出 你再看 是构近的权利 和售出的权利 所以在这又一分为二 那么如果是构近的权利 那也是 权利的持有人 能够以特定的价格 来购买标的资产 那么 第二个呢 就是售出 售出就是权利的持有人 能在未来 以特定的价格 卖出标的资产 那请问 刚才小张和老王 那不得不说的故事当中 你认为 是构近的权利 还是 售出的权利啊 那一定是构近的权利 但有的人说 那人家老王 不是卖房子吗 那卖房子是他的义务 不是他的权利 所以到底是构近 还是售出 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判断 权利在多方啊 那么 在刚才那个例子当中 小张希望未来这个房价 是胸涨还是很低 胸涨还是很低啊 在刚才的例子当中 小王当然希望这个房价 称称的往上涨啊 为啥 双方已经约定了 购买的价格250万 那你房价 如果在10月1号 涨到1000万 那才好呢 涨到2000万 那不更好吗 所以对于这样的 构近的权利 站在多头的角度 他希望标的资产的价格 那是凶涨 所以他是看涨期权 又叫做买权 好了 那么对于售出的权利呢 叫做看低期权 叫看低期权 又叫做卖权 有人说这个售出的权利 还有点不太好理解 别着急 过一会儿 我们同学们另外举个例子 好了 这是看涨和看低 一定站在多方的角度 站在享受权利这一方的角度 来分析 第五个 我们在第二个阶段 有可能会涉及到资产的买卖 第二阶段涉及到资产的买卖 这是标的资产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分解 这概念一分解 哎呀不得了啊 这么多的内容啊 实际上第二条和我们的第四条 这就是我们期权的分门别例 好 我们来看一下看跌期权 给他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现在A和B就约定 A一年后以50元的价格 卖出一股股下 给谁 给B 好了 双方达成了这个合约 首先我们同学们 对于A来讲 是多头还是空头 对A来讲是多头还是空头 多头想权利 空头单义务 对于A来说 一年后 可以以50块钱 美股的价格 卖股下给B 所以A 它一定是多头 那么B呢 一定是空头 对吧 这应该没啥问题 那么接下来 请问同学们 站在我们A的角度 它是什么样的权利 买东西的权利 还是卖东西的权利 它一定是卖东西的权利 所以它是一个卖权 A拥有的是 卖出相应资产的权利 它是个卖权 那请问 对于A来说 希望这个股下的价格 涨还是低 那么到底是涨还是跌呢 我们现在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假设到处的时候 股下的价格60元 那请问 A行使权利吗 它如果行使权利 就以50块钱的价格 把这个股票卖给B 现在市场上的股价60 它直接把这个股票 卖给资本市场 卖给其他投资人 咱卖60 你要执行这个合约 要享受这项权利 却只能卖50 那多头A说 这个傻事我不干 所以它不行权 那如果说股价为40呢 股价为40 它就一定要行权 怎么行权 在资本市场上 花40把这个股票买过来 然后对B说 来来来请你过来 我要让你承担义务了 承担什么义务 我把这个股票卖给你 卖多少 卖50 这样 它不就赚了吗 它就赚了10块钱 好了 那请问同学们 站在A的角度 它希望这个股价 跌到哪个水平 跌到哪个水平 这个股价跌得 渣渣都不剩 那是最好 跌到它爹妈都认不出来 那是最棒 当股价等于0的时候 这个多方A就哈哈大笑 为啥呢 它可以根据这个合约 把一文不值的股票 以50块钱卖给你B 这不就是看跌吗 希望这个股价跌 很跌 凶跌 跌到0 那是最好的 这是看跌期权 又称之为卖权 好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分析 涉及到期权的分门别例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看下面 说 如按照执行期间 可以分为欧式和美式 欧式只能在到期日执行 它的执行 是某个特定的词点 之前不行 之后做费 欧式 美式呢 可以在到期日或 到期日之前的任何时间执行 所以 对于美式学院来说 它的事情是一段时期 的每个时点都可以 好了 那如何计啊 你想 这个欧洲人呢 相对就比较古板 是吧 你看那个英国人说这个英语 一板一眼的 而美洲人呢 相对就比较奔放 所以啊 欧式期权比较古板 只能在特定的时点 而美式期权呢 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自由 比较奔放 所以 很多时点都可以侵权 当然在其他条件 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的美式期权的价值 要比欧式期权 要高一些 下面 我们看一下权利的类型 可以分为 看涨和看低 看涨期权和看内期权 都一定要站在 多方的角度 站在 享受权利的 这一方的角度 好了 我们看看 看涨期权 期权持有的人 在盗期日或者盗期日之前 以固定的价格 买入标的资产的权利 所以它是 买权 买入期权 折够期权 站在多方的角度 希望这个标的资产的价格 撑撑撑撑撑 往上涨 涨得越多越好 那么看涨期权呢 期间持有的人 在盗期日或者盗期日之前 以固定的价格 出售标的资产的权利 它是一种卖权 又称之为 折售期权 卖出期权 或者卖权 好了 这是关于期权的分类 根据刚才的表述 我们说啊 涉及到买卖 期权的买卖双方 有多头和空头 涉及到我们的买卖对象 有看涨和看低 好了 下面 请同学们回答我的问题了 那么假设 现在A 它作为多头看涨 它作为多头看涨 请问 和它交易的对象 我们称之为什么 和它进行交易的对象 称之为什么 你看 站在A的角度 我享受权利 我希望这个标的资产的价格 称称称的往上涨 是叫做多头看涨 享受权利 并且希望标的资产的价格往上涨 多头看涨 那 与之间有的另外一方呢 另外一方一定是承担义务 一定是空头 这肯定没错 那么是空头看涨还是看跌呢 嗯 你能想 这个 另外一方 那当然就希望这个股价跌啊 是吧 所以空方 那希望股价跌 那不就是空头看跌吗 那不对 对于对方来说 它是空头看涨 刚才我提到细节问题 你还没有忘记吧 我说 这个看涨还是看跌 站在谁的角度来定义啊 站在多头的角度来定义 那有人说 那空方确实希望这个股票的价格跌啊 但是注意 空方 他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空方只能默默的接受 我们多方 他的一种权力的行使与否 空方只能够 来与接受 来与配合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有个事儿 很好解决 比如说吧 我现在把这支笔卖给你 我呢是买方 你呢是买方 我们现在所交易的对象 说都是这支笔啊 在我看来是一支灰色的笔 在你看来也是一支灰色的笔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是空头 把这个看涨期权卖给多头 所以他们的交易对象 不管是多方看还是空方看 都叫看涨期权 所以他这个课题没有变 交易的对象没变 所以 对于多头看涨 说针对的对象是空头看涨 那么既然如此 下面多头看涨 多头看涨 说针对了交易对象 那一定就是空头看涨 这我们一定要明确啊 那么明确以后 下面这个表 才能够理解 我们说啊 作为我们的交易对象 都为看涨和看低 作为我们的交易双方 有多头和空头 我们首先 看一下第一种交易对象 看涨期权 看涨期权 那就是空头 卖给多头 卖的是看涨期权 现在是第一阶段 对于多头看涨来讲 给他连起来 多头看涨 对于多头看涨来讲 拥有按固定的价格 买入标的资产的选择权 是标的资产的潜在买方 为啥呢 因为他有可能不刑权 不刑权 他就不买这个标的资产 对吧 下面这个空头呢 承担按固定的价格 卖出标的资产的潜在义务 是标的资产的潜在卖方 好 这是多头看涨和空头看涨 下面多头看涨 拥有按固定的价格 卖出标的资产的选择权 是标的资产的潜在卖方 而空头呢 承担按固定的价格 买入标的资产的潜在义务 是标的资产的潜在买方 原来说你看哎呀 这一分期一会儿是买方 一会儿是卖方 一会儿是看涨 一会儿是看涨 一会儿是多头 一会儿是空头 搞不定 搞不定 同学们就先把多头搞定就行了 多头搞定这第一步 也是关键的一步 多头搞定以后 你再看空头 那么特别再次强调 多头想全力 他可以说话 他可以选择 空头当义务他没法说话 只能够含泪默默的配合 好了 下面我们再引入两个新概念 一个呢是净收入 一个呢是净存益 啥叫净收入 啥叫净存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你在2023年3月1日 花了100万买股项 花了100万买股项 现在的时间2023年的4月15日 我问 哎呀 我说你的股票多少钱呢 那股票多少钱 你一看 哦 你的股票已经到了200万 好 恭喜你 翻翻了 那如果说 你现在把这个股票一变现 就能回来多少 就能回来200万 所以说呢 我们叫做净收入 净收入 所以净收入啊 那就是 在某个特点的时点 我们 分析对象 它的一个价值 是吧 在23年的4月15日 那你手中的股票价值 不就是200万吗 或者说 你把手中的股票一变现 你能拿到的收入 不就是200万吗 这是净收入 那么净存益呢 我问你 我说你赚了多少钱呢 哎呀 你说赚了多少钱 这咱 之前之后逗得看呢 所以 到底赚了多少钱 这两个阶段 逗得 一块合过来 那这样呢 你赚了100万 赚了100万 这叫啥 这叫净 损益 好 所以净收入啊 是到期时点 我们分析对象 它的一个价值 也是把它一变现 能够获得到一种收入 净收入 而净损益呢 这两阶段要拉通来看 要分在一起 这样 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的 净收入 是期权到期制的价值 当然不考虑期权费用 因为期权费用 在我们的第一阶段 所以净收入 仅仅考虑第二阶段 也就是我们行权阶段 它的一种具体情况 而净损益呢 净损益 在净数的就算考虑期权费 如何考虑期权费啊 空头 你就收期权费 那就在净数的就算 加期权费呗 多头 当初你买期权 花了期权费 所以在净数的就算 减掉期权费呗 所以这个净损益啊 那一定是两阶段的一个合并 好了 下面 小张和老王 两人手牵着手 又向我们走过来了 来我们看看 好 首先 第一种情况 请问 第一种情况下 小张同学 他的净收入是多少 我们分析 多方 小张同学的净收入是多少 小张同学的净收入 就是手中期权的价值是多少 总统学的价值是多少呢 如果他去买啊 就花250万 就能到老王那儿 去把房子买过来 我说小张啊 我怎么去问老王 老王说要300万 而你去问老王 老王就只要250万 难道因为你的延迟高吗 因为你的延迟就值50万吗 哎 小张赶紧向我解释 不是因为延迟高啊 而是因为他手中有一项权力啊 这个权力就能抵50万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多头的小张来说 手中的期权 到期的价值 那就是50万 即他的净收入就是50万 那么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两个阶段一合并 请问小张同学赚了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之前呢 花了20万买了这项权力 这项权力到期的时候呢 哎 值50万 所以他的一个净损益 净损益 那是不是应该是 30万 对吧 那么 空头呢 对于空头老王来说 他的技术受到啥 老王现在很窝火呀 老王现在呢 这个脾气不太好啊 你别去问他 你问我 你问我 好了 老王为什么心情不好 本来这个房子能以300万来卖出去 结果呢 因为前期受了小张20万 承担了义务 他就必须以250万把这个房子卖给小张 所以空头啊 他的一个净收入 就应该是付了50万 原本可以卖300的 你卖了250 那时候应该付了50万 他净收付了50万 那么他的净损益呢 净损益 当初还收了人家 20万利 所以付了50 加当初收的期限费20万 所以老王的净损益付了30万 好 那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那么对于多头小张来说 刚才我们分析 第二种情况呢 他就不请权了 就放弃这样的权利 既然放弃这样的权利 他的一个净收入 就应该为零 他的净损益呢 当初啊 白白的把这个期权费给了老王 到后来啥都没用 所以他的净损益付了20万 那么对于空头老王来说呢 他的净收入 同样是零 他的一个净损益呢 当初收了小张同学20万 这是不还的 他的净损益20万 好 同学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结论 那是 不管是第一种情况 还是第二种情况 不管是净收入 还是净损益 这个多头小张和空头老王 他们一定是零和博弈 一定是零和博弈 好 接着我们稍微总结了 对于期权呢 他的相关参数的确定 我们要注意下 分两个阶段 四步骤 第一个阶段 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 确定多头还是空头 在第一个阶段 多头空头 他们交易的对象是期权 掏银子 享受权的这方叫多头 收银子 承担用的这方叫空头 这第一步 确定多头空头 第二步 再确定权力的内心 到底是看涨还是看低 到底是买权还是卖权 好了 这两步 在我们目前的第一阶段 就要搞定 第一阶段交易的对象是期权 那么接下来第二阶段 那就是几个月后 这个期权到期了 在行权阶段 应该怎么处理呢 也有两步 第一步 一定是多头来发言 多头说 我行使这样权利 或者说不行使这样权利 到期的时候 多头选择是否行权 空头没有选择权呢 空头必须配合呀 人家让你干嘛就干嘛呀 因为你担义务 好了 最后呢 再确定双方的净收入和净损益 甭管是净收入还是净损益 双方一定是零和博弈 这不就是期权 所设计的相关参数的确定 两大阶段四大步 好了 下面我们回到股票期权 看一下下面的这两道题 这两道题必须搞定 在这个地方呢 我先把一些基本的参数 给他们稍微说一说 提前说一说 后面呢 我们会用 这些参数啊 我们后面呢 用字母来表示 第一个 执行价格 执行价格之前说过 第一阶段约定 但在行选阶段呢 它才 它才真正的产生作用 执行价格 我们一般用X来表示 第二个 在后续啊 我们在进行期权价值的分析的时候呢 主要针对的是股效期权 那相对来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 这个S 又代表股效的一个价格 ST 就代表股效 到期日的价格 好 这是 股价 好 ST 代表到期日的股价 那么 S0呢 那么代表是现在的股价 现阶段的股价 好 这个股价 我们下来第三个 关于期权费 对于期权费来说 我们看涨 一般用C来表示 看D 一般用P来表示 好了 就这些啊 就这四个字母 你们需要稍微有所认识 后面呢 我就以字母来替代 是吧 替代这些汉字的一个表述 这汉字写起来太麻烦 好 下面 跟上我思路 第一道小题 以五元购入一份看涨期权 约定一年后 以五十元的价格 买入标的股票 首先 实行价格是多少啊 实行价格 这是五十 其次 我们的 期权费是多少啊 期权费是五块 再其次 这是买权还是卖权呢 这是买入的一项权利 好了 我们分两阶段 四大步 来进行相关参数的计算 首先 第一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第一件事 那是确定空投和多投 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交易的对象是期权 假设 现在A就作为期权的买方 B就作为期权的卖方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阶段 一定是买方给了卖方五块钱 买方是现金流出 而卖方是现金流出 即使A就变为了多投 想权利 B就变为了空投 未来要当义务 好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骤高低 第二步骤确定这样权利 那它的性质 什么性质 买权呢 看涨期权呢 对吧 好 第二个阶段 两件事结束了 那么接下来来到第二个阶段 几个月或者一年后期权到期 期权到期 我们就要看一下 站在我们多投的角度 行权还是不行权 这个权利 他也开始已经选择了 下面呢 就两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股价等于60 第二种情况 股价等于40 先来分析第一种情况 当然持领价格是50 先分析第一种情况 当股价为60的时候 我们作为A 行权不行权 如果说他要行权 就以持领价格50 去买入股票 到空风那儿去买股票 而市面上的股价呢 是60 他当然要行权 以50的价格 把这个股票买过来 那导手在资本上一卖 就能卖60 有利可图 谁不干 所以 站在多方的角度 A 他就要行权 他就行权 那么这行权以后呢 我们就来到第四步 要计算一系列的相关参数 好 站在A的角度 作为多头 他一行权 请问 他行权 在行权的那一刻 他的进数数是多少 比如是 期权的倒析日的价值是多少 多少啊 我们的支援价格是50 股价是60 所以他手中的期权就值10块钱 对吧 就值10块钱 所以 但在多头的角度 他的净收入为10块 他的净损益呢 净损益是5块 为啥 因为之前在第一个阶段 还给了空方5块钱的期权费 所以多头的进数数是10块 进损益为5块 那么空头呢 空头就比较悲催 空头就在那生气 为啥 多头说来来来 我要行权 咋行权呢 好 我在你那买股票 股价不能太高 只能按50块钱卖给我 那对我们空方来说 没办法呀 市面上的股价是60 现在他只能以50来卖 所以 站在空头的角度 他的净收入 负了10块 他的净损益啊 负了10块 再加上当初收到5块钱的期权费 所以净损益负了5块 好了 这是我们第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朋友们一看 股价事实 所以我们首先 第二阶段第一步 就确定是否行权 行权不 站在A的角度 如果行权就花50块钱去买 而市面上的股价呢 才40 我没有这样权利 花40买 你要行权还要花50买 所以你手中的权利 那是一文不值 既然如此 A 他就不行权 他不行权 那 我们的多头躺平了 空头说 你躺平 我也躺平 我也没事可干 所以呢 对这两个双方主体来讲 他们的净收入都为0 直接躺平 不做任何操作 净收入都为0 他们的净损益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 多方就付出了期权费 而空方就收到了期权费 所以一个是负 一个是五 这是我们这块 看涨期权 注意 零和博弈啊 分两阶段四大步 最终体现零和博弈 下面我们看一下 看涟期权 说 以五元购入一份看涟期权 约定一年后 以50元的价格 出售标的股项 首先 我们的持续价格是50 这 你们没问题 其次 它是授出的权利 这是一个看涟 好了 那继续啊 我们两阶段四大步啊 第一个阶段 确定多头和空头 第一个阶段 买卖的对象是期权 买期权掏钱的那方 当然就是我们的多头 多头掏钱想权利 所以这儿呢 我们假设 多头依然是A 买入这个期权 花了五块钱 现金流出 空头假设是B 它向多头卖出了这样权利 后续承担义务 当然它收到了五块钱 在第一步 我们就确定出多头和空头 A 多头 B呢 空头 那么第二步 我们要确定这个期权的性质 这期权什么性质啊 我们题目条件就直接说了 它就是一个看第一期权 好了 第一个阶段 两件事儿 完成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阶段 转眼资金 就来到了 到期日 那我们的指引价格是50 但是股价有两种 一个呢 股价60 一个呢 40 来到第二阶段的第一步 就要看到底行不行权 请问 现在定用情况行权不 A 行权不 A行不行权 咱就要看一下 股票的价格 60 如果它行权怎么行呢 如果它行权 就以50的价格 把这个股票卖给你空方 但你必须接受 那再讲 现在市场上的股价都是60了 你如果行权 却只能卖50块钱 你说这个多头干不干 多头肯定不干 所以A 不行权 既然它不行权 你多头都躺平 我空头 那我也躺平 所以 在期权到期这个词典 期权的价值为零 对于多头来说 净收入为零 对于空头来讲 净收入那也为零呢 好 接下来 从净水油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的多头 白白损失了期权费 期权费一交 哪个手的期权的一文不值啊 白白损失了期权费 而对于空头来讲呢 净赚期权费5块钱 好了 那下面 如果是股票的价格是40 股票的价格是40 这个时候A行权吗 A 卖东西啊 A 就行权 咋行权呢 根据合约 以50块钱的 这个价格 把 40的股价 卖给你空方 那空方说 我不想要啊 我到资本市场去买一股的话 我还要花 我只花40 到你这儿来买 我配合你的合同的执行 我还得花50 我不想买 想不想 那是你的事 你必须得买 必须按照双方约定的这个执行价格来买 所以 站在多头A的角度 他就 一定要行权 以50元的价格 把 这个股票 卖给你多头 好了 那既然他行权 来 我们一看 他可以从资本市场上 花40块钱 把这个股票买过来 根据合约 再以50块钱 卖给你币 所以 多头的净收入为10块 他的净损益呢 用净收入的10块 在减电文的期限费5块 净损益是5块 什么 对空头来讲 他的净收入是负了10块 对吧 人家去买股票 都只需要花40 就你空头买股票 还得花50 所以他的净收入为负了10块 他的净损益呢 负了10块 再加上当初受的期限费5块 然后这相加 负了5块 好了 这是看涨看跌 这是多头空头 所设计到的两阶段 四大步 那么到最后 就算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注意 多头也好 空头也罢 两者 一定是零和博弈 多头赚了钱 那就是空头赔的本 反之 也是这样 来 看下面 这道单选题 说 关于期权的基本概念 下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讲A 期权合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 双方相互承担责任 各次有要求对方履行的权利 错 讲A当然错 为啥呢 对期权来说 我们期权的持有人 他只有权利 没有义务啊 讲B 期权出租的人 必须拥有标的资产 以防止期权购买人 指引期权 错 绝大多数的情况 都没有相应的标的资产 最终呢 我们一结算 把那个 你应该赚了多少钱 给你就完了 所以选项B不正确 选项D也不正确 期权到期使 双方要进行 标的资产的实物交割 完全可以不进行 甚至很多情况都不进行 有的时候呢 就直接把这个差额 A 直接给你就行了 A B 和D 都错误 那正确答案 一定选C呀 看一下C 欧式期权 只能在 到期日执行 而每次期权呢 可以在到期日 或者到期日之前 任何时间执行 对吗 完全正确 所以这条题 正确答案呢 选C 好 这条题目结束 我们提选了一些 基本概念 它的分类 也就到此结束 那么这一部分呢 虽然是基础内容 但是还是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一部分 所设计的相关概念 不熟悉 相关评价指标 不会算 思路是混沌的 在这种情况下 别往下听 按下暂停键 再听一边课 或者说再看看 我们的相关辅导资料 再思考思考 把这些概念搞明白 把它的原理搞清楚 把它的思路给搞懂 我们才进行以下内容的学习 好了 我们这档课先就到此结束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